大家好,欢迎回到Logist Trader的使用证捞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经济日历的功能 在Logist Trader平台的左侧 您可以看到经济日历的选项 点击它 经济日历就会在屏幕的右侧看出 那这对于我们交易者来讲非常方便 因为您就不需要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查看经济事件了 那经济日历呢,它会列出来 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 包含像是发布的时间指标名称 预期值,前值,还有实际公布的数值 那Logist Trader它就会透过简单明了的方式 方便各位快速掌握重要的一个信心 那点击右上角的三条线图标 我们可以进入到设置 这里各位可以去选择显示 低、中、高三种影响程度的一个新闻 所以就可以根据您的需求 来自第一要显示哪种影响程度的新闻 例如你只想要看中、高影响力的新闻 那就只勾选中等按高即可 此外你还可以选择只显示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新闻 比如你只交易欧元对美元 那么我们这里就可以只选择 欧元区还有美国的一个新闻 这样测试好之后 经济日历就会只显示你感兴趣的新闻 让你能够更有效率的关注重要的数据 所以使用这个功能 你可以快速找到重要的经济数据 发布时间 比如说飞龙就业报告失业率 你就无需在长长的列表当中去做查找 希望这个指南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